大家好,我是钱福哥 今天讲一讲20世纪最传奇的越狱囚犯 他26岁因杀人罪被判入狱 在以后的11年里 靠着机智的思维以及信义的观察力 曾先后四次从监狱里出逃 越狱的经历一次比一次传奇 甚至一碗酱汤都成了他逃出生天的戾气 四次越狱,三次自首 他用多次越狱的方式向政府抗议 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成了改变日本监狱体制的人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白鸟游戎 白鸟游戎 1907年出生于日本金丰县 两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 支离破碎的家庭和穷困的家境 使得他不得不寄人篱下 成了开豆腐店亲戚家的一名养子 虽说重新有了家庭的温暖 但养父母们却依然非常的贫穷 攻不起白鸟读书上学 白鸟游戎指得从小混迹社会 自此啊 渐渐的走上了偷窃的步伐道路 21岁那年 养育他的亲戚 让他娶妻生子 原本以此希望可以让他有所收敛 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白鸟依然本性不改 白鸟游戎大字不是一个 干的是小偷小魔的行当 可他却非常的讲义气 爱憎分明 更是非常懂得感恩 1933年 26岁的白鸟在一次偷窃商店的时候 刚好被店老板逮了个正着 白鸟跑得很快 可是白鸟的两个同伙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两个同伙被店老板抓住之后 三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白鸟情形之下拿出刀子 捅上了店老板 然后三个人畏罪潜逃 两年后 其中一个同伙又因为偷盗被捕 还牵出了当年杀害店老板的事情 讲义气的白鸟游戎知道之后 为了不让同伙一个人承担罪责 他站出来选择自首 当警察问他投案自首的动机时 他却满不在乎的说 我的同伙被抓了 我当然要跟他有难同当了 1935年12月 28岁的白鸟游戎 因强盗杀人罪被关进了青森洗工所 也开启了他传奇的越狱之路 在当时的日本 监狱体罚 侮辱在押犯人 那都是家常便饭 白鸟被关进青森监狱之后 也是难讨此等厄运 白鸟由于是重刑杀人犯 因此被单独积压在了一间囚室里 这间囚室面积非常狭小 且吃喝拉撒都得在里面 白鸟对此倒也不太在意 可他在意的是 青森监狱的警察实在是太坏了 东哲对他就是一顿毒打 正是由于白鸟难以忍受非人的侮辱 于是他平生有了第一次越狱的念头 1936年6月18日凌晨5点半 青森警察局刑事课长家里的电话突然大响 试验轻松的课长接到电话之后 立马精神了 因为白鸟由容越狱了 根据轮值看守的预警的陈述 凌晨5点20分路过白鸟的牢房的时候 一切都还正常 再过10分钟路过 预警发现白鸟的被子好像有点塌 叫了白鸟好几次都没有人应 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别的预警 打开尖门一看 被子下面只有水桶和枕头 原来白鸟靠着脚步声 掌控了守卫巡逻的习惯 在预警巡视别的地方的时候 他先将手泡在水里 把筋骨泡软一些 再用事先准备好的便桶上的铁丝 穿过送饭的小洞 打开了牢门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打开了其他通道的两道门锁 他的逃脱让日本警方颜面尽失 于是整个七层线触动了半数以上的警力 拉网式的搜捕他 另一边 白鸟游戎虽然逃出了监狱 但也是无处可去 那他呢 只好在深山老林里待了三天 由于实在是太饿了 他就想要下山伪装成病人去找点吃的 结果又一次被警察抓捕 1937年4月 东京法庭判处白鸟无期徒刑 白鸟认为杀案最终 他不过是从犯 且越狱也是因为预警对他太差 这样的判决对他来说不太公平 于是他又有了再次越狱的想法 就在他于东京监狱服刑期间 他在这里遇到了友善的典狱长 小林良藏 小林认为白鸟没有那么穷凶极恶 把他当成普通的犯人对待 从不虐待他 白鸟因此感恩戴德 逐渐放弃了越狱的念头 可不久之后战争爆发 在1941年的时候 白鸟便被转移到了秋田监狱 他的苦难又开始了 由于先前的丰功伟绩 让他在这里备受关注 预警将他关进了墙有三尺高 还镶着铜板的镇镜房 24小时严密监管 镇镜房里面看不到阳光 四面都是光滑的墙壁 只有顶部有一个极小的铁窗可以偷弃 如果说关于那地方条件恶劣 白鸟倒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可是这里依旧是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 要洗出用水不给 天冷时要毯子也不给 因受到种种的不人道对待 让他横下心来 决定再逃一次 1942年6月15日 5点30分 监狱点名快结束的时候 一位看守慌慌张张的跑过来报道 说白鸟又跑了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打开镇镜房 发现天窗已经被打开了 原来他每天不断的墙上打磨可以落脚的地方 又找了一块铁皮 生生的锯开了天窗的铁栅栏 就这样 白鸟游戎又一次成功越狱了 这次越狱成功之后 他既没有躲入深山老林 也没有隐姓埋名 而是敲开了东京监狱长小林粮藏的家门 白鸟的突然造访 让小林非常吃惊 这个全国通缉的罪犯 怎么会突然跑到自己的家里来呢 见到小林后 白鸟痛苦的说道 有些话我想对您说 监狱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秋天那里实在是太糟糕了 尤其是那个镇静房 那第二天 小林就带着白鸟去自首了 由于白鸟两次越狱 他因此被送到了日本最严酷的监狱 北海道王走监狱 王走监狱是日本最著名的重刑犯监狱 关押都是最大恶解的犯人 监狱地处日本北海道最东北的寒冷地带 气温最冷零下三十度 看守们则一个个如狼似虎凶神恶煞 凡是进到监狱里的犯人 没有一个不掉一层皮子 更别提越狱了 面对两次越狱的白鸟 王走监狱如临大敌 上来就对他严加折磨 天寒地洞只给他穿件单衣 戴手铐助单间 白鸟请求不要戴手铐 可是旁边的看守却冷眼旁观 漠不作声 白鸟忍不住说道 这样的手铐对我来说没有用 说吧 只见白鸟在众目睽睽之下 夹紧胳膊一使劲 居然把铁制的手铐撕得粉碎 狱警们当场被他的蛮力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给他重新戴上了一副 二十公斤重的手料脚料 然后将他的食物变成了此前的四分之一 并且紧着他锻炼身体 防止他增长力气 白鸟在御房的摧残下 开始变得胡思大杀面黄疾瘦 狱警们终于心满意足了 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人 又带着二十公斤正的手料脚料 管你是什么鸟 都飞不出去这座牢笼 但狱警们想错了 俗话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把监狱当沉闷走的白鸟 哪里会就此善罢甘休 1944年8月26日 白鸟第三次飞走了 那天 狱警们齐刷刷的 在空空荡荡的囚室里 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来 只见 被褥整整齐齐的叠着 手铐和脚料 整整齐齐的摆在地上 中间的螺栓已经脱落 长方形的试刷窗被打开 四个被拔除的螺钉 在地上排成一列 显然 白鸟解脱了手铐脚料 从观察窗的空隙钻了出去 那它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 白鸟每天吃饭的时候 把省下的酱汤 抹在手铐脚料的螺栓上 坚持了八个月后 靠着盐分将螺丝腐蚀 同样 试刷窗口的螺栓也是如此处理 接着 它又让自己的身体脱臼 好让自己能够通过 纸笔头大一点点的试刷窗 其实 白鸟本来是准备 25人那天越狱的 但恰好那天 值班的看守 对它比较好 为了不连累那名看守 它故意推迟了一天 在外面 独躲藏藏两年的白鸟 有一次无意当中 看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 于是 它决定去扎谎自首 在去扎谎的路上 它还被刮农 误当成了偷刮贼 拿刀要砍杀它 结果 它夺过刮农手的刀 反杀了这片刮农 由于白鸟罪行累累 且多次越狱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又非常恶劣 这次扎谎法院 干脆一路到底 一下子就判了白鸟死刑 但白鸟一直坚称 自己杀人是属于正当防卫 当然 此时关押白鸟的监狱 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淤井每天都要检查栅栏 天花板 天窗 还要24小时不间歇的轮流监视 每当白鸟看天花板的时候 淤井们就非常紧张 不断的用铁片来加固天花板的天窗和栅栏 按理说 这样严固到几乎没有人性的监视 白鸟想要越狱 压根就是天方夜谭吧 可白鸟还是逃走了 1947年的春天 白鸟又一次逃跑了 原来 他在大家注意力都在天花板上的时候 拿吃饭用的铝盆 直接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 并在床铺的掩护下 又一次逃跑成功 原来 他之前看天花板 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声东击西 白鸟逃走的时间 是1947年的4月1日 正是西方的愚人节 日本的监狱 再次被他狠狠地戏耍了一番 又过了一年之后 白鸟在路上遇到一位警察 于是就跟着要根烟 攀谈了起来 一时兴起之下 白鸟直接跟这位警察说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从渣谎监狱逃走的白鸟 而且他还让这位警察 把他缉拿归案 在后来审判当中 白鸟说起这次自首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警察小哥人不错 这次审判与前四次相比 法院却很公正 判处他杀人是属于正当反卫 并将他原来的死刑 改成了有期徒刑20年 而且还把他送到了 充满人性化的东京监狱服刑 东京监狱既不打他 也不骂他 更不给他上手撂脚撂 同时还在他的单间班房里 摆上了鲜花 而且洗澡运动不受限制 监狱长小林征得了白鸟同意后 还指派白鸟管理监狱的花房 这一次白鸟再也没有想过要越狱了 到了1961年的12月21日 白鸟作为模范犯人 提前出狱 之后他一直安稳的生活 1979年2月24日 白鸟尤蓉因为心肌梗塞病逝 结束了他神奇的一生 虽然白鸟尤蓉一生中 一直都在越狱 入狱之间反复循环 但是他在三次越狱之后 都选择了自首 可以预见 他是勇敢和敢于承认自己错误 并希望改正他 并不是人们眼中的 十恶不赦之人 因为白鸟尤蓉的数次越狱 引发了全日本的轰动 日本官方也不得不重视起 监狱的环境问题 并实施了一系列人性化改革 将预警的文明规范 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 从此 日本监狱的人权状况 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白鸟也成了凭借一己之力 改变了日本监狱体制走向的人 其中镇静房的取消 就让许多日本人 把他看作为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